昨天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今年一季度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3798.7亿元 同比增长25.6% 吸收外资实现了开门稳 今年一季度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28.3亿元 同比增长52.9% 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5.7% 高技术服务业增长57.8% 从地域上看 我国东部 中部 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分别增长23.4% 60.7%和21.9% 全国有21个省区市实际使用外资实现了两位数以上增长 近期 商务部召开了汽车产业链外资企业座谈会 与会企业表示 尽管2021年汽车产业面临芯片短缺 疫情影响等挑战 但中国汽车市场产销量 同比分别增长3.4%和3.8%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突出 产销量都超过350万辆 同比增长1.6倍 这让外资企业普遍看好 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前景和市场潜力 去年中国推出了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放开了汽车制造领域外资股比限制 为外资车企在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不少企业表示将继续在新能源汽车制造 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大再华投资力度